高麗菜滷肉滷排骨配上一碗淋上醬汁的白飯 这样你猜多少钱呢 有网友po文说这样老板只算他25元有可能吗 我们实际找到店家 寻线找到台南这家自助餐 面对网友质疑不可能这么便宜 应该是75要找25才对 拿块肉就不止25块了 店家也做出说明 12点半以后啦 因为我们看自己的工啊 不用出税子 老板娘解释是因为每天中午快结束营业前 没卖完才会用便宜的价格卖给顾客 不过这间自助餐本来就很超值 像是这样摆满豆干青菜双煮菜 只要同板价65元 而台南关田还有另一家超划算便当店 大大的鸡腿炸得金黄酥脆 搭配三样配菜铺满便当盒 也只要同板价75元 不用花几张钞票就能饱餐一顿 店家佛心价提示附近劳工 25元便当真的不是传说 华语新闻陈炎为客观成高龄警 台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